中国最南端省份海南不仅包有特色骑楼市建筑 作为最早开发的经济特区之一 海南更以零关税成为对外开放的自贸区 只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走在经济最前端的海南 免税不再成为吸引消费者购物的诱因 今年前五个月海南免税购物金不但下滑 官方数据中还显示消费人潮和前一年相比 减少将近百分之十 免税概念古龙头中国免税品集团 股价甚至一度自历史新高暴跌百分之八十四 专家分析消费力度下降 主因之一除了是因为免税品涨价 也和这个国家有关 日本国家旅游局二十号发布最新数据 显示五月份访日游客人数达到三百零四万 其中中国游客就超过五十四万人 是去年同期的三倍之多 在日语言贬值影响下 不少人表示去日本买奢侈品 最多比在中国便宜百分之五十 日本奢侈品店外排满长长人龙 还有中国游客提两个行李箱扫货 排队时甚至等到心服气躁 爆发严重口角 海南免税品价格优势不在 相关股价跟着降温 也让中国免税品在资本市场中的热度大幅下滑 三连新闻7号报道